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媒体的报道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于是就有一个退休的老警察看到卡尔的报道之后 希望卡尔能帮助他调查多年前一双儿女被奸杀的案子 可是卡尔如今手头上还有五十多件陈年悬案 以为他是个疯子 没时间搭理他 两个小时之后老警察就割腕自杀了 一眼里还点名叫卡尔替他收尸 卡尔的内心很愧疚 假如不把人家当成疯子 也许他还真就不会自杀了 这是在经过多深的绝望 才把卡尔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呢 看来老警察已对双胞胎儿女的死 似乎是另有冤情啊 可是此案早就拍板定案几十年了 有冤也已经冤沉海底了都 要想了解其中的是非取之 就必须重新调查不可 于是他放下了手头所有的案子 先调查这宗双胞奸杀案 并按下决心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对老警察的在天之灵有个交代不可 此案的结案记录记载 当年一个叫比亚托克森的16岁穷孩子自首认罪 有一个金牌律师给他辩护 辩护理由是这孩子嗑药嗑多了 还有精神病 结果双重谋杀和强奸只判了五年 实际只做三年劳就放出来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金牌律师只给名人和富豪服务 穷小子比亚当年是如何请来如此厉害的律师呢 更蹊跷的是 老警察在继续调查的时候 却被强制提前退休了 案件上说他太执着于儿女的死亡 得了精神病 那么老警察究竟是不是得了精神病呢 就连新来的文秘路斯也觉得此案疑点重重 带着这些疑问 卡尔哥俩立刻就询问了二十年后的比亚 如今的比亚非常富有 他口中的案情就像案卷上记载的一样 当年他嗑药嗑的有点多 把双胞胎兄妹给尖杀了 他还回答了卡尔的疑问 为什么当年请得起金牌律师 是因为他父母负担了一笔巨额抵押贷款 为什么如今这么富有呢 是因为他出狱之后就炒股 运气好刚好遇上了牛市 回答滴水不漏 可阿萨德和卡尔就感觉哪里不对 因为太巧合了一点 似乎是嗅到了幕后金钱交易的味道 回去之后 他们研究老警察的调查结果发现 比亚曾经有前科 才参与了不少暴力案件 最重要的一条线索是 双胞胎被奸杀的当天晚上 有一个女孩曾记名报警说 目睹两人被杀 还念了一些颓废的诗句 名字只说个克里就挂断了 老警察调查认为 报警女孩正是案发地 附近一所贵族学校的女学生 全名叫克里斯汀 那么找到这个目击者 案子也就迎刃而解了 可是这个女孩子已经失踪很多年了 老警察为什么要锁定 附近贵族中学的学生呢 她已经死了 无从解答 坎尔就跟随老警察的线索 追查下去 他们立刻找到了 克里斯汀唯一的继母 继母说二十年来 他们从未联系过 俩人就像陌生人一样 从不说话 这个继女非常叛逆 不听管教 在爸爸死后 就把她送到贵族寄宿学校去了 后来她取光了户头 所有的钱就辍学消失了 继母唯一知道的是 有一次学校打来电话说 物理老师强奸了她 那这个物理老师又是怎么说的呢 她回忆说 二十年前有天晚上下雨 克里斯汀借避雨为由 失神勾引她 她一个冲动 就与其发生了关系 可是事后呢 这女孩就假装被强奸 把她告到了学校 没过几天 学校旁边森林里 又发生了一起强奸案 找不到凶手 就也算到了她的头上 后来学校为了避免丑闻 没有追踪她的刑事责任 只是把她辞退了 因为丹麦一半的贵族子弟 都是这所学校毕业的 丑闻对学校的影响不好 学校开出的条件 只是让她保持沉默 克里斯汀随之也就撤诉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女孩如此折腾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这不是便宜了她吗 物理老师至今也没有弄明白 那么她提到的 另一宗森林强奸案 又是谁干的呢 案件记录上说 受害者被蒙住了脑袋 听到至少有三个人说话 其中还有一个是女孩 而这个森林 就在贵族学校的旁边 案发的当天又是星期天 卡尔立刻抓住了一个重要的词汇 星期天 贵族寄宿学校 只有星期天才放假 没有老师的管束 他们很可能会胡作非为 比亚的前科都是在星期天发生的 双胞胎案也是发生在星期天 因此 劳静他的调查结果就是 怀疑学校里有一个团伙 经常在星期天作案 甚至可能奸杀了他的双胞胎儿女 果不其然 他们立刻调查了学校周边 星期天发生的案件 受害者基本都是被一群 戴面罩的人袭击的 因为当年这些案子毫无章法 可是如今阿萨德把所有案件联系起来之后 就发现了他们的作案动机 这帮人就是纯粹以暴力为了 而且根据报警女孩 和森林强奸案的交叉对比 印证了这个团伙中有一个女孩子 很可能就是克里斯汀 路斯立刻调查了所有校友屋里的人 寻找克里斯汀 得到了一个重要线索 所有人都说 当年克里斯汀和一个叫迪利 和乌里克的富二代混在一起 卡尔听到这个团体之后 敏锐的感觉到 老警察似乎早就查到了 但克里斯汀失踪 他毫无办法 于是卡尔就立刻调查了 这个如今财富多到让人受伤 在当地呼风唤雨的富豪迪利 在迪利的口中 克里斯汀是一个野性十足 喜怒无常的疯子 后来他受不了就分手了 奇怪的是 卡尔在提起比亚的时候 迪利的反应很不自然 很可能是在说谎 有意思的是 迪利的老婆挺马 听到谈话之后 在里屋打碎了杯子 阿萨德进屋跟他聊天时 发现他内心对迪利十分害怕 在临走时 卡尔顺便看了墙上 迪利打猎的照片 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上 替比利打官司的金牌律师 迪利说这是他的家庭律师 照片的中间正是成年后的乌里克 地上放的是一地的野鸡 看到这张照片 卡尔几乎都已经确定 眼前的人就是奸杀双胞胎的凶手了 在对照律师的身影 一个穷小子替富二代顶钢坐牢的桥段 浮现了出来 但是没有证据他也不敢乱说 相信小伙伴们在对照电影的名字 已经知道了谁是凶手 没错 这就是导演赤果果的暗示 野鸡杀手说的也是一个组织 就是这个贵族学校毕业的上流人士 组成的一个表面上是猎人 实际上是利益交互的组织 仅一个迪利的背景就可见一斑了 老警察当年查到这里 就被强制退休了 又没有目击证人 这个组织幕后的势力 让他寸步难行 确实是查不下去了 其实前两天卡尔调查完比亚 比亚就已经通知了迪利 迪利当时正在处理自己老婆出轨的事情 他让自己的杀手 纹身男偷拍了肩夫的证据 约上好友乌里克 一起把肩夫揍成了重伤 出了一口恶气 然后再施施然出现在肩夫的面前 威胁他 用金钱砸死他 摧毁他的尊严 杀人逐心 因此他老婆见到肩夫重伤之后的新闻 非常害怕 与此同时卡尔接到消息说 有人在车站见到过克里斯汀 阿萨德就立刻拿着照片 在车站的周围寻找 逢人就问 终于打听到克里斯汀 有一个非常好的妓女朋友 叫提娜 卡尔一听就知道 肯定是内部人走漏了消息 肯定有人在暗中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会不会是警局内部有内奸呢 我们再说这个关键人物 克里斯汀 如今他过得像个要饭的一样 神经兮兮 隐性埋名 东躲西藏 他为什么要过这样的日子呢 中间又有什么隐情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他的回忆 那年他16岁 抽烟喝酒烫头 错把放纵当潇洒 把颓废当自由 把无知当个性 把欲望当成熟 那是一个阳光温暖的午后 空气里弥漫着食堂里 韭菜大葱包子的味道 穿过重重模糊的交织的人影 那个男生的目光 还是深深的吸引了他 他向他微笑 那是一个学校有名的高富帅学长 他叫迪丽 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这么一眼 他从此就堕入了无底的深渊 迪丽身边的朋友有两个 一个叫乌里克 也就是成年后秃土的男子 还有一个穷小子叫比亚 是外交人 四个人经常在一起鬼混 胡作非为 克里斯汀把他们欧大同学 当成一种邪恶 帅气 很酷的行为 甚至崇拜迪丽的所作所为 愚蠢的效仿 并真正的加入了他们 越爱越深 也越陷越深 直到有一天 迪丽说他已经挂了两颗 乌里再挂的话 就会被开除掉 为了不被开除 不被父母责骂 他就说服了克里斯汀 去勾引乌里老师 这个傻女孩就这样 对他言听计从 天真的认为 这样为他付出 他就更爱他了 乌里老师辞职了以后 迪丽确实对他更好了 他们每周日的活动 也越来越出格 欧打随机看不顺眼的人 甚至开始强奸陌生女孩 克里斯汀都一直在旁边 无知的巧笑 直到有一天 他怀孕了 镜头再拉回到现在 克里斯汀恍惚间 看到迪丽的杀手 纹身男突然出现 在房间里企图杀了他 他侥幸没死 打晕了杀手逃跑之后 来到了提纳的住所 看到自己的照片 他才知道 妓女提纳因为两包毒品 把他的藏身处给泄露了 而提纳此时 也因为吸毒过量 而领了盒饭 唯一的朋友也死了 他正在伤心的时候 卡尔和阿萨德 也照着提纳的地址 查了过来 克里斯汀要立刻逃跑 卡尔就一路追了上去 表示不开枪 试图以德服人 但是反过来 被克里斯汀恨消了一顿 这个女人谁也不信 还以为她是个杀手 揍了她一顿之后就逃跑了 紧接着 他们就在克里斯汀的藏身地点 找到了一具死鹰 经调查 二十年前 双胞胎被谋杀四天之后的晚上 一个怀了四个月身孕的女孩 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死亡 后来她就逃跑了 很显然 这个女孩就是克里斯汀 阿萨德还说 他们要求增派人手 被警察局长给拒绝了 于是他们就到上司那里 讲述了案情 上司可不是局长 大家不要搞混了 他们怀疑有一只幕后黑手 在试图杀人灭口 掩盖事实 就是由迪力操纵的野鸡组织 行动警察局长从中作梗 牵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因为这个局长 不仅毕业于那所贵族学校 而且是野鸡杀手俱乐部的成员 这个学校毕业的人非常团结 阶级意识都很强 果然上司把警察局长的命令 对比了之后 更证明了卡尔的猜测 但是上司是个公司分明的人 迫于局长的压力 只能暗地里给他们 加派人手寻找克里斯汀 假如上司也被迪力售买 这电影可能就拍成一出反弹剧了 克里斯汀这边 自从唯一的朋友死后 决定再也不要活在迪力的阴影之下 要单枪匹马去复仇 他乔装打扮了一番就去勾引文申男 可是文申男直接就认出了他 把他狠揍了一顿 差点就挂了 还好危急之中 他抓起了钢笔 刺伤文申男捡回了一条性命 并逼着文申男自己跳楼了 警察到来 调查了室内的指纹发现 文申男是被克里斯汀杀死的 在文申男的电脑里 发现了迪力老婆 停马偷情的照片 卡尔想用这些照片 证明他是迪力的杀手 可惜根本证明不了 随后他们就追踪 迪力的豪宅 瞄了很久也没有开枪 为什么呢 他发现自己至今 还对那个男人又爱又恨又怕 根本下不了手 正好警察过来将他带走了 卡尔立刻跑过去警告迪力 很快克里斯汀杀就会招任一切 你就等着坐牢吧 可是呢 迪力根本不以为然 挑衅的看着他 似乎是在看一个小丑 果然第二天就出现了转折 迪力的金牌律师 发给他们一本克里斯汀杀的日记 这本16岁叛逆少女的日记里 充斥着颓废堕落的神经病诗句 比如 爱上你 我把最初的自己给丢了 我要品尝你的宣学 你的宣学里浸没了我的灵魂 我想用刀插入你的眼睛 攫取爱的泪水 等等等等 金牌律师说 经过鉴定 这女孩早就患了精神病 也就是说 克里斯汀的指证 将会被认为是胡言乱语 法官是根本不会信的 相反 克里斯汀还要受到谋杀文森男的指控 最终这个女人会被丢进精神病院里 从此盖棺定论 所以没有其他的证据 他们什么也只挣不了 明明知道就是富豪 敌力奸杀的双胞胎 犯下一系列的罪行 可是人家就是逍遥法外 他们毫无办法 这才是本片的亮点所在 面对掌握大部分资源和权力的富豪阶级 资本主义的司法制度 似乎无法撼动他们 卡尔气得把能摔的东西都给摔了 阿萨德劝他说 克里斯汀本来就是从犯 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可是卡尔不这么认为 他就是这样的一根筋 就是要查到底 就是想对老景拿的在天之灵有个交代 于是他抱着最后的希望 去见了克里斯汀 希望他有证据指证迪力 并承诺帮助他除掉那个 道貌安然的败类恶魔 让他摆脱那个阴影 回归正常的生活 克里斯汀被卡尔的真诚打动了 告诉他所有的一切 原来当初他确定怀孕了之后 迪力当场就像变了一个人 对他非常冷漠 又刚好那天是星期天 他们计划去抓双胞胎找乐子 在打晕了双胞胎哥哥之后 乌里克取下了一件受坏者的物品收藏起来 就要对妹妹实施强奸 正好此时双胞胎哥哥醒来 一把摘下了乌里克的头套 把他们认了出来 他们只能一不做二不休 杀了兄妹二人 这是克里斯汀第一次目睹他们杀人 下跑之后就回去报了警 迪力追过来时 他没有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四天之后的晚上 迪力和乌里克潜入了他的家里 先把肚子里的孩子殴打至死 再实施了强暴 他跳窗逃跑之后到了医院里 从此之后世界观崩塌非常害怕 没想到他情愿奉献一切的人 竟然视他如狗屎一般 随时可以丢弃 后来他一直不敢报警 过着隐性埋名东躲西藏的日子 怕迪力杀人灭口 这就是事件的真实经过 克里斯汀还告诉他 乌里克有个收藏的特殊癖好 他收藏每一个受害者的物品 晚上抱着他们睡觉 是个彻底的变态 因此卡尔就计划硬闯乌里克的住宅 找到这些证物 这样才能让他们认罪伏法 阿萨德却说硬闯是不可取的 便心生一计 他利用迪力老婆挺马害怕的心理 告诉了他迪力的种种罪行 挺马看后非常震惊 决定要帮助他们 如果能成功的话 他就能彻底摆脱迪力了 他告诉阿萨德 原来乌里克早就和他有了一腿 他的肩夫竟然不止一个 可以帮他们约出乌里克调虎离山 有趣的是 亲如手足的兄弟竟然勾搭嫂子 也是有点讽刺 晚上挺马就照计划约出了乌里克 卡尔和阿萨德也顺利的潜入了乌里克的豪宅 在一个满是SM物品的房间里 他们找到了那一堆证物 可是他们闯进去时触发了警报系统 急警的乌里克及时赶了回去 将正要逃跑的卡尔和阿萨德 用麻醉枪给射倒了 哥雅醒来的时候 发现是在屠宰场里面 到处都是装着动物的笼子 双手被捆只能任人宰割 迪力和乌里克正计划 把他们伪造成酒驾 淹死到河里 而镜头这边 克里斯丁正要被送往法院 他趁机打晕了警卫逃了出去 就在卡尔二人要绝望的时候 克里斯丁突然出现救了他们 至于他是怎么找过来的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啊 迪力过来查看的时候 被克里斯丁都乱说 吓得很快 卡尔二人静急挣脱了束缚 马上一屋里座发生了枪战 军力冲显了将其杀 卡尔追过去就看到克里斯丁 把迪力绑在笼子上 正要动手 他试图劝克里斯丁 把迪力交给警察 但是他摇了摇头 他还是不相信法院会制裁这个人渣 一把火就让迪力消死 事到不及 他竟然还爱着他 看到迪力死亡 他也没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走进火里 随着迪力一起自杀了 最后警方认定 死掉的迪力和乌里克 与之前认罪的比亚一起 参与了团伙作案 金牌律师也被调查 有替嫌犯脱罪的嫌疑 就连警察局长也受到了牵连 卡尔坐在那里仔细回想这起案件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样一出悲剧呢 是学校吗 当然不是 当年他们才16岁 首先就是这帮孩子的父母教育 只提供物质上的满足 完全不管不问孩子在学校里干了什么 以至于这帮孩子形成了暴力畸形的世界观 以暴力为乐趣 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卡尔立刻意识到 自己即将要叛逆成沙马特的儿子 立刻跑回家里跟儿子联络感情去了 他怕自己的娃也变成了暗子里的少年 好了小伙伴们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观众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